国宝级艺人脱险夫妻在台东疫苗开打的首日 有儿子陪同到陆野卫生所施打AZ疫苗 回到家后惊喘发烧无力的症状 让许多网友纷纷留言光心 不过艺人脱险的儿子也出面回应父亲最新的情况 表示虽然有发烧但目前一切很好 台东县从6月15号开始 替全县75岁上的长辈们施打AZ疫苗 而先年近90岁的国宝级艺人脱险夫妻 也在儿子的陪同下前往陆野卫生所接种疫苗 比起其他感到紧张的长辈 脱险阿伯的神情泰然自若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可是回到家后一度传出身体武力及发烧的状况 引起网友们一阵关心 而艺人脱险的儿子也出面回应爸爸目前的状况 晚上十一二点我在观察都还蛮正常的 只是到了清晨 早上他就觉得有点发烧 那我体温给他量下去大概37.8度 也比较没有力气 到了中午大概就比较好一点 现在目前都比较好 一切都安好 感谢大家关心 谢谢 从艺人脱险施打疫苗的文章一剖书 就吸引了数千名的网友流眼关心 可见脱险阿伯的人气依旧不减 虽然有发烧无力的副作用书线 还是缓解下来没事了 并且在脸书上写着 要健康夹霸丽 记转起轮 陆野相报道